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伴有成交量的一种温和放大 但是今天比较遗憾的是出现了一个缩量的回踩 或者说是缩量的整顾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这种缩量整顾之后 对于后市也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信心了 反而觉得这样的一个回踩似乎是一种正常 或者说在合理的运行的格局当中 这其实也验证了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提到了 反弹之路开启是开启了 但是这个反弹也不会一蹴而就 咱们上方压力重重 好像有几个关口都要等着我们一步一步的逾越过去 那我们上方到底现在来看有几个压力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今天的这样一个缩量整顾也就意味着 上方的这些压力对目前这个市场而言 确实一下子让它连续的冲上去 好像难度有点大 其实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 一 缺口 缺口没能完全成功的回补掉 因为还差了两个点 二 年线3088点 三 3140然后到3054这样一个前面两个高点的下降的压力线的连线 昨天的这个反弹的最高点正好摸到了这个位置上 这也是一条压力 至于前面的3140这个新高 咱们现在姑且先不用去看它 但是呢可以抱有这种期望 所以今天的这个走势也告诉大家 上方压力重重 但是说真的过不去了吗 短期是不是先要回踩一下 之后还能够叙事上攻 这是一个关键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 可能大家先要考虑的是 下方的支撑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短期出现回调的话 回调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表明后市还有继续上攻的动能 那我们也标出来了啊 看看今天的调整 今天的最低点是多少呢 其实就是30天线的位置 3048点 下方60天线的位置是在3041点 如果你再往下看 10天线的位置是在3021点 如果再看缺口的位置是3009到3014 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到底是找哪个支撑 30天线 如果是30天线 那就今天的最低点算是确认有效 还是60天线 还是10天线 甚至要回补这个缺口 下找支撑 我们该怎么去寻找它 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场白要和大家说的 就是上有压力 这个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是压力重重 反弹不会一蹴而就 但是下有支撑 这个支撑该怎么去寻找 该怎么去设定 当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的时候 是适合一些 比如说节前踏空了 只要减仓 回后 骨节后发现这连涨两天了 也没有找到好的买点 回调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逢低布局呢 又或者是调仓换骨呢 对于大家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怎么去判断后事 我们也来听听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 看看他们会给出怎样的一种答案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 分别是洪书敏 张玉磊还有沈亿 欢迎三位 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 看看今天这个调整 你们还有没有信息 对于后事的判断如何 今天我们说大盘今天是缩量的十字星 终止了四连阳 虽然今天也收的一个阳线 当然是假阳线 所以我们说是缩量十字星 终止四连阳 后事还能不能继续上工呢 能 缩量回踩 所以目前就是洗盘的性质居多 一是短期连续反弹几天的 因为我获了一盘 二不能上方压力重 所以调整仍然是主基调 调整仍然是主基调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上方这个压力 可能很难逾越 依然是延续一种调整的态势 前面的高点 3140 3054 那后面的高点 不太可能会挑战前面的几个高点 这是我们今天设置两个选项的一种含义 所以欢迎大家通过微信 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看看哪个选项的人更多 咱们也听见几位嘉宾的选择 倾向于今天这个调整 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合理的调整 你们怎么选A还是B 空书敏 我选A 首先我们看到 就是说 其实上涨的这个波段 从节前的2969到现在 已经是六个交易日 那么这边出现一个回落 回踩的一个动作 在技术上也是比较标准的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另外也看 就是说确确实实 昨天和前天量能是温和的一个放弹 但是这边呢 从本质上来看 短期之内还是存量的 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 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增量的这个入场 所以继续如果要放大到 2000以上的攻击性量能 有难度的情况之下 回踩一下 这种进二退一的这样一种节奏 也是符合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状况 同时呢 说这样的调整是属于正常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外围 昨天晚间美股跌幅也比较大 今天恒生指数的跌幅也是比较大 这个背景之下 A股跌的算少的 所以整体来看都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这个回踩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 并没有改变整个反弹的一个格局 好 正常的一个回踩 没有改变反弹的格局 稍后我们就来找找支撑 这个支撑的含义就对 很多人来说是 要不然就加仓 要不然就赶紧去逢低布局 来听一听张云磊的选择 A和B 你选哪个 我选择A 也是A 另外B的话 说明上面整个压力比较大 但我并不认为 现在上面压力有多少大 其实我们 整个一个今年大半年 我们都会看到 汉市好像上方压力比较大 但是真的要突破起来 一根阳线 就能把前面的高点给突破掉 另外的话 今年的这种 骑干 骑面的这种走势的话 其实市场当中 真正获利盘并不会太多 那么现在这种 在经过了几天的一个上涨之后的一个调整 更多的是市场本身这种节奏的需要 那么一方面的话 我们说 节钱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人 因为我之前节钱也其实先明说过了 整个一个挖坑 就是为了节后的这样一个行情做准备的 那么其实真正能够在节钱 勇于在挖坑的时候买进的 那个体量并不是太大 所以市场当中 真正获利盘并不是太多 那么它最主要 目前连续了几天上工之后的这样一个回档 我觉得更多的是为场外的这个资金 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口 那么刚才洪苏敏说到 就是说现在还是停留在 存量资金博弈的基础市场 但是我觉得现在 在国庆的一个场价里边 其实有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积极因素 是能够起到 能够吸引场外增量资金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那么一会儿的话 我会说到这样一个重要突破口在哪里 好 其实刚才张艳蕾也提到 节钱也说到 9月份大概就是一个挖坑的动作 节后的行情都是看好的 其实如果说到这儿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 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 不管说洪苏敏 张艳蕾还是沈亿 其实节前都是告诉大家说 节后是有红包的 节后这个大红包是 可以让大家在节前去布局的 但是当时可能 大家还是会担心 这个长假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我们稍后再来听听 他们的详细分析 来看看沈老师的选择吧 这节后的红包 其实还挺大的 是不是 应该而且大的有点超预期了 对吧 我记得9月30号来 做节目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 节后应该是个红包 不存在一个回踩 对 因为甩下了车以后 没有这么好的阻力 再来把你接回去 那么应该是选择一个A 那么到这个位置 我们刚才李天也打出来看了 就是上有压力 下有支撑 那么压力呢 大家应该 李天也知道 我不看均线 所以你刚才说的 那些均线的压力呢 在我这里呢 连线你觉得没事 不存在 那你觉得有压力 压力呢 真正的压力 现实 两天快涨之后 碰到一个压力是什么呢 原先我们一直看着 上面这个缺口 是不是马上去补 其实我们这次看 这个缺口呢 李天可以把我 今天带来的一张 日K线的图 直接给大家先呈现一下 对 这张图呢 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这次呢 正好在这个缺口 平行的左侧位置 正好堆积了一堆筹码 就是原先走出一个 圆弧形的一个底部的 一种形态 然后在这里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 向下跳空的一个缺口 而不是正常的 就是像一个 波段下行的过程中 尾端出现一个快速下跌的 一个跳空的缺口 所以呢 这里呢 就形成一个问题 你要去补这个缺口的话 首先你就碰到锅底 这一堆套牢的虫码 这地方的压力了 对 所以到这个位置呢 首先它碰到的是 这一堆的虫码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上面有解套的压力 而下面呢 由于连续两天的 一个红包行情之后 又累积了一部分的 获利的虫码 所以这两方面的 拋压 形成了在这里 有一定的压力 跌加在这儿了 但是这个压力有多大 我认为不大 因为从今天的排名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这样一个迹象 排名中 有可能有像要跌的样子 但是又跌不深 如果从早间 排出到 排出两点钟之后的 那个 那波小的快速的下跌的话 大概此前的 整天的波幅 只有八点 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今天成交量 虽然有点缩 但是也不是说的 比较明显 说明有一部分 节前减仓的资金 开始在这里 也出现一个回补 所以在这个位置 会有回调 但是回调会深 待会我们可以 再来找一下 支撑到底在哪里 好 这上老师就告诉我说 上方是有压力 但是上方压力不大 下方也是有支撑的 支撑在哪 以后我们听 他们几位的详细分析 也欢迎大家通过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今天的调查 先来看看 今天市场整体 呈现出来的走势 收盘的情况 你看今天是 有涨有跌 商阵指数 跌了0.22% 3058点 中小版 0.01%的涨幅 中小版是一个 唯一红盘爆收的 而创业版的 微不下跌 0.05%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成交量 这个非常关键 其实现在大家看盘 最主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要看看量能 昨天加上前天 是能够温和放量 但是今天是一个 在缩量调整的 一种状态 但是也有 4000亿之上 4254亿 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涨停加速 如果你要是看 涨停加速 很明显 就这三天 一天 涨停的加速 比一天少 今天只有38只个股涨停 但是你要看 没有跌停的个股 你看这几天都是 涨停的加速 虽然越来越少 但是跌停的个股 没有出现 赚钱效应 今天是继续下降 因为我们昨天就提到了 在普涨行情产生之后 它很难持续下去 周一93%的赚钱效应 第二天必然会下降 今天依然如此 45%的赚钱效应 下跌了1442加 上涨了1185加 换句话说 就算是有一个小波段的 操作的时间 但是操作难度依然很大 所以我今天也看到 一种观点 就是说能操作的 那你就打打酱油 不能操作的 咱们依然修养生息 来看一下今天的关键词 窄幅徘徊 问题就是 徘徊多长时间 这个窄幅的空间 该如何去判断 刚才几位都说了 上方的压力 那咱们就来重点说说 下方的支撑在那 来 洪书敏说说 你认为的支撑 大概在什么位置上 好的 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应该来说 就是说本周一的 这样一根阳线 拉出来之后 已经是把 从3140到2969点的 这样的一个 弱势黄金分割位 0.38 3034的这个位置 给突破过去了 而且是略微的是 带量突破 所以说这边 如果短线是要回踩的话 那么我认为 3034点是有一个 比较强有力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那么上方看压力的话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强势的黄金分割位 大概在3074点 正好也是和缺口 3078点的这个位置重合 所以上方看压力 我就看这个缺口 下方如果回挡的话 我认为如果有机会 回到3034 3035 这一线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甚至可以去 逢低的再次入场 再次加仓的 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当然指数 昨天的这样一个上涨 其实在15分钟 30分钟级别 已经出现一些 技术指报的一个顶背离 本身就酝酿着一些短线 修整和调整的一个要求 但从这个市场的 这个量上来看 我们看上涨的量 1700 1800 调整量的是1600 整体的这个上涨量 和调整量都要比 中秋节前后那一段 或者国庆节那一段 整体都要大 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个量 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一个量能 从大盘的30分钟的 这个K线上 也是可以看到 那么摸到3066点 而构筑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 但下方呢 30分钟的强势黄金分割 位在3028 那基本上也和3034 这个位置是比较接近 所以回档的话 我认为跌破3034 或跌到这个3030 一线下方的概率 会比较小一点 当然就是看短期 短期我也认为 就是说这个地方 在10月份 构筑一波反弹的 这个概率会比较的大 而且呢 我们看到正好也是 国庆节节假日期间 对房地产的这样一些限购 包括再涨股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利好 那么还是有正面的推动作用 另外市场也会预期 在10月底的 我们说18街六中全会 包括未来深港中的 一个开通的 这个利好的兑现 这一段又同时 美国这边的大选 还没有尘埃落定 而且加息这个事情 可能还要往后延 这一段应该来说 从事件的这个堆积上来看 包括目前整个一个下跌 前期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来看 都比较容易构筑一波反弹 但这样是短期来看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 目前我认为还是一个说 雄牛转换期的一个 长期筑底的一个阶段 我们也看到这两天的一个反弹 我们说临长主线是什么 基本上看不出 有什么临长主线 好像持续性都不强 对 央企改革国企改革 这半股今天好像就分化了 对好像就分化 有的板块就是一日游 第一天上来草的网络安全 然后两天就熄火 对 今天启动了非常多的板块 但是权重股 一直没有大的动作 如果说要启动一波 比较像样的指数性的行情的话 那么现在的这个量 可能略微还不够 而且必须要有权重 我本来预期当中的 券商板块启动 一直是没有启动 所以后面还是要看 但现在并不是一个 非一定要现在启动的 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那不妨把指数的运行 合一合 之前2931运行 运行的这个方式来对比一下 之前我们看到2931探底之后 也是三根小阳线 一根小阴线 然后两根中阳线 之后开了一个十字星 第二天开了一个 我们说小阴线 中阴线 来回挡一下 随后就是 蹦蹦两根阳线 打到3140 今天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方式 和之前2931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我认为明天如果往下沉一沉 往下靠一靠五天均线 获得支撑之后 往上再一次的一个放量的话 可能指数 这个需要权重动的 那个时间节点 会在后天 或者说大后天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来出现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空间刚刚我们明确了 3030一线 对吧 30303028 这是空间 问题就是时间 你倾向于和2931 当时这波反弹做对比 其实当时的这个调整 就两天的时间 然后帮帮两根阳线拉出去 所以你倾向于 这也是一个短条 两三个交易日 应该就能够完成的 我认为可能 我倾向于是一个短条 而且要看方式 因为上一次调整 是比较急促的上拉 下挫 直接打到五天线 十天线 有击穿 然后再拉回来 如果这里明天的这个方式 如果说是波动 不像上一次 这么剧烈的话 如果比较剧烈的话 我认为可能调整 时间就更长一点 对 如果它明天又是十几个点 又是这 又是几个点 十几二十个点 又是这种缩量的 没有比较充分的阴线实体 来进行这个 我们说洗盘的话 可能它会稍稍地拉长一些 但是总体我认为 在十月中旬左右 或者说近期 出现往上攻的这个概率 会相对偏大一点 还是要看明天的调整方式 因为你倾向于十月份 从目前来看 好像大环境 还是比较支持的 大家可以去 稍微积极做多一段的 然后至于要调整 是时间和空间 其实空间好像比较明确 问题就是时间 要看看调整的方式 其实今天是比较温和的 比较温和 如果明天还是比较温和 那可能时间就三到五天了 要摸一摸 这是洪春敏 支撑3030 调整的时间 两天或者是三到五天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 窄幅徘徊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研判下方的支撑 张云磊说一说 你倾向于往下看的话 在什么位置上 空间大吗 空间不会太大 也就下方五天均线附近 大概在3035附近 那也差不多 一个3030一个3035 那么其实我之前节前说过的 其实过了节之后的话 对护士首要的目标 就是回补上方 3078的一个缺口 其实我们这次回补缺口 也是非常的有节奏感 那么之前这个大的缺口 是40点 节前的话回补了三分之一 对 节后一过的话 前天的话又回补了三分之一 又是留了三分之一 那么从节后的话 小板已经完全一下子 就往回补了上方的一个缺口 所以我觉得这种节奏感的话 也是现在时下的 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需要 那么这种需要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到了 就是目前整个一个市场当中 它其实印象很多 多方面的能够吸引 场外增量资金的 这些好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的话 是以前我一直在等待的 因为我以前的话说过了 首要的目标节后 是先回补缺口 然后的话能够按照技术位的话 摸到上方的三千两百点 但是如果说这些利好的 这些因素能够 一一能够得到逐步的落实的话 我相信整个三千两百点 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些利好的一些因素 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到了 就是当地的房地产 一个调控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能够一方面 不仅能够阻止 整个股市资金外流到房地产 甚至还能够吸引 整个部分的房地产 一个资金流到股市 当然曾经的 这种房地产调控的政策 也出现过 在2010年国九条的时候出现过 但是2011年并没有看到 什么房地产资金流到股市 因为当时还有个重要的 一个大类资产配置对象 理财产品 所以战胜了以后几年当中 地方融资平台 近20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 以及P2P巨大的风险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理财产品P2P风险也比较大 那么再加上房地产调控 所以从大类资产配置来说 股市应该说 它的一个吸引力 其实在逐步增加 这是一点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我觉得 就是在过节后的话 国务院公布的 关于债产股的这样一个因素 这个债产股 我觉得能够落实的 比较好的话 我甚至认为的话 它堪比当时在2005年的股改 我甚至认为是 二次股改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能够化解很多 我们现在对股市的 很多利空的因素的看法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对于传统周期性行业 业绩下滑的风险的担心 因为再转股一旦实施的话 整个对于传统周期性行业的负债 可以大幅的降低 那么如果这个负债大幅降低 对于整个一个企业的基本面 会有明显的改善 那么对于目前A股市场 整体的估值会大幅的降低 那么从全球市场来看的话 这个价值的挖地的一个价值性 更加的凸显明显 第二点 因为债转股的话 它最终转化为整个一个债权 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转化债权 它是针对于 这次是针对于 跟当初以前形成的债转股 最大的明显不同是什么 以前的债转股 是针对的 目前是一些国有国资背景的企业 政治政府企业 那么这次是针对于 广大的公众型的投资者 市场化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都知道 市场化的方式 它就像PPP一样的 要吸引民间的投资 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 一个多头市场的 股权市场的一个氛围 那么我们才能 才愿意 投资人才会愿意 转化一个股权 那么这道理 就像当初05年的 股权分子改革一样的 之后出生了一波的一个牛市 所以我觉得 这一项如果落实好 我觉得一方面 降低了企业的一个负债水平 第二方面 形成了一个 多头市场的一个氛围 第三点是什么呢 因为当初05年 股改我们都知道 随后形成了一个什么 流通市场巨大的压力 因为将部分不能 转让的股权 转化为能够上市流通的 但是再转股 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不增加总股本的 因为这次从依托股份 我们都看出来了 它是整个股本不增加 然后的话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进行 总的股本部分 让出大股东 让出一部分 进行转化为股权 然后到期以后 它不是通过 二级市场的 像限制股流通 直接抛手 它是通过转让的 一个方式 所以对于 整个二级市场压力 又会大幅的减轻 所以这就我说到了 为什么能够吸引 场外增量资金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因为 这整个过程 是比较的漫长 所以整个一个市场 今天我们看到 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呢 今天整个一个 在转股的落实 最大的利好 应该是银行权重股 但是今天的银行权重股 等一些权重股 没有好的表现 我认为的话 是被人为的压制在那里的 既然被人为压制 说明我们现在的 市场的节奏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为什么上方的 四十年缺口要分三步走 那我认为短期之内的话 至少在一周以内 三分之一的一个缺口 是要得到回补的 那么下方五天经线 得到一定一个支撑 那么从成交量来说 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之前我已经说过 一个分析 从量能进行分析市场 1300亿 1500亿 2500亿上方 那么现在是1500亿 只要1500亿上方 没关系 再萎缩 如果萎缩到1500亿 只要是上方一点就可以了 这还是一个 朝上攻击的一个成交量 只要不能不萎缩到1500亿下方 那么我觉得短期之内 进行一定的整顾之后的话 回补缺口 这只是一个第一型的目标 好 其实你如果从短期的市场而言 刚刚也提到了 下方的支撑 一个位置五天线 就3035附近 成交量 你觉得现在这个成交量 问题不大 1500 1600 调整的过程当中 然后之后 还可以去继续向上去补缺口 但其实下边还有一个缺口 我们刚刚也说 3009 3014附近 这也有一个缺口 所以现在大家也担心 先补下面这个缺口 再去补上面那个缺口 还是说短条之后 能够把这个上面的 这个缺口补掉 这直接关系着市场后市 反弹的强弱的一种依据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几位对于后市的判断 另外刚才张晕烈也提到了 他对行情这么看好 甚至也提到说 牛市的切入点是什么呢 是债转股 可是我相信 昨天看过节目的人 也知道说对于债转股 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 偏中长期也好 包括说 是不是真的会有利好 这还是值得去讨论的 稍后回来有时间 我们刚好把这个话题也聊一聊 如果真的这么重要的话 是不是牛市的切入点 真的也就产生了 上涨的逻辑也找到了呢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他们的详细分析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股指期货的表现情况 看看对于A股的后市 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连线到的是东正期货的李志祥 李志祥你好 来跟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那么本周三大股指期货 在周一经历了大幅上涨以后 是维持在高位的一个震荡 那么整体的成交量水平 则是在周一大幅上涨以后 出现了一个逐步下降的 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在前27货员 具体持仓情况方面 那么周一股指上涨时 整个的多单的持仓 减少是较为明显的 这显示出目前主力的投资者 他整个的谨慎情绪 是仍为一个明显的消退 那么但总体来看 那么以往的一个空方占有的格局 是出现了一定的改变 目前多空势力是较为的均衡 那么在基本面方面 那么9月的制造业PMI数据 这些保持稳定 但是整个的中小型企业的PMI数值 持续的一个回落 并位于一个收缩的一个区间 那么这是与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一个分化 是有一个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 整体表现出 这个民间投资 依旧表现较为贫弱 那么非制造业指数 这显示目前经济整体 依旧是靠这个基建建设和房产投资 是占据了主要的支撑作用 那么随着房产调控措施的 这个实时范围的扩大 以及实时力度的加强 那么四季度整个的经济运行 仍有可能面临一个成熟较大的压力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在另外的话 国务院也是发布了 关于积极稳妥的这个 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一个意见 那么在意见中也是强调了 那么银行是不可以直接参与到债涨股进行中 那也是为了一个实行 整个的市场化运行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目前这个债涨股 是否会对股指造成较大的影响 应该还是在于 这个是否能达到一个市场化的一个定价 或者说拉郎配的情况 能够得到一个杜绝 那么如果无法满足 整个的这个市场化的一个运行情况的话 仍有可能对股指形成一定的下行的一个压力 那最后在人民币汇率方面 目前是人民币是刚刚加入SDR 那么市场预期的话 整体的汇率将会保持一个市场化的一个定价水平 那么近期的话 这个人民币汇率也是出现了这个跌势 并且还可能在短期内将会得到一定的延续 再按人民币对美元的机器汇率 以及这个中间价是不断创下了近六年的一个新低 那么虽然近期股指是保持了一个较强的一个走势 但是随着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这么一个跌势的这么一个延续 那么资本外流的压力可能是再次的一个显现 从而引起市场较为恐 这个较为担忧的情绪是可能加重 那么近期这么股指出现一定的回潮整理也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李志祥的分析 刚刚他也提到了两点 一个是有关于债转股 这个确实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另外一个就是人民币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波动的问题 其实你如果从这两天的这个市场来看 好像把这些事情呢 没有在这个盘面当中往利空的方向去发酵 但是万一市场走弱了 其实往往这个利空呢就会被市场放大 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沈老师对于短期市场的一个研判 上方的压力您刚刚说主要是这个锅底的这个碰到了 所以咱们碰到了压力要回调 但回调的支撑你看在哪里呢 对 回调的支撑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对目前的行情有一个判断 那么就像杰先生所讲的那样 那么现在这个行情就是2969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可以确认是3140以来的这波调整的一个句号位置了 那么这应该是2969应该是一个底 但底部的形态会是什么样 这才是我们关键的对吧 那么刚才李天也讲到上面一个缺口下面一个缺口 其实现在目前呢 我的一个设想啊 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判断呢 我的观点呢 在这里呢有可能是走出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那么今天我也是带来了一张120分钟的K线图啊 这张图呢可能看的比较清晰一点 比日线要清晰一点 那么这个回踩呢 巧是比较巧的啊 回踩的点位和前面的两位是差不多 大概是在3030附近啊 这个位置 回踩了以后 那么其实对于上面这个锅底的这一堆的筹码 我们此前已经有过一次试探 对吧 此前在右肩拉起来的时候 有过一次试探 已经化解了一部分 那么这次再化解一部分 那么第三波 如果说头肩底的形态走出来之后呢 应该是对这个锅底的突破和对缺口的封闭 是同时的来完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一出而就了 而现在呢 目前呢还不行 那么如果说下面这个缺口会不会去补呢 这里呢就存在一点问题了啊 如果说下面这个缺口去补的话 就是目前我所画的这条颈线呢 可能就得破 对 最起码你得去对那个2969这个位置啊 有一次二次的确认 这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如果再过分一点的话 对不起 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扩散 扩散三角形 还得往下去 就是要打一个新低出来了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缺口呢 我认为 不能这一补的话 对不起 手里不管是什么仓位 减了再说了 那时候一定要去回避一下的 那么目前的一个行情呢 我就是这个观点 3月40以来的这个调整 基本上到现在是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10月份开启的呢 是一个波段的一个上行的节奏 这个上行的节奏 也就像此前所讲的 大概预测是到一个双11 就是那个11月11号 11月上旬 这个时间段 大概因为目标位呢 大概是在3200上下20点左右 这个空间 但是在3100附近 还会有一番争夺 所以呢 在3100附近呢 不会一出而就 但是3100打过去之后 3140基本上是不存在一个压力 在这里的位置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行情 大家好像一直感觉到 就是行情走得很没劲啊 一直拨断 上下空间都不大 200个点 上去200个点 下来150个点 基本上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这样一个 其实这个行情 代表着一个什么性质呢 我的观点啊 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这个经验 我就是认为 未来的几年中 绝对是有一个大的战役 会在股市中发生 其实啊 从最近几年 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中国的经济在转型 其实我们的资本市场 我们的A股市场 已经率先在完成的一个 悄悄在完成一个转型 什么一个转型 就是原先投机氛围 比较重的一种 操作的思路 操作的一种手法 现在开始在变 变成一个慢流的 理性的投资的 那么这个操作思路呢 其实也是符合 我们国家一个大的战略 我们现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最近一段 特别是近年以来 对于各行各业的去杠杆 我们是抓得比较紧的 对吧 对于资金的流向 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无需泛量的流动性 怎么管好这笔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多种方法 读 我们也看到了 各种各样 理财产品不能做 P2P不能做 那么这次的 那个楼市新政 也是锁定了一部分的 相当一部分的资金 现在唯一留下的一个口子 是什么 就是股市 而这个股市 要求你做什么 它还是希望 把资金 流向实体企业 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么债转股 是一部分 对吧 经济的转型 债转股 其实说到底 为什么转 为什么要债转股 对吧 首先 欠债的这一部分企业 大家都知道 日子不太好过 而且背负着 这么大的债务的话 它后面的发展的潜力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那么为了能够使他们 能够有需的发展 适当地帮他们减轻一点 债务的负担 这是我们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导向 为什么必须 要把他们救活呢 而不能让他们 不行了 你就这样 市场淘汰了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是什么 一个就业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 社会稳定的 一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有些东西 必须要有 必须要保 那么保这一块 那么大家也担心 再账户一转 把债务转到哪一圈呢 转到银行吧 像我们以前 就是朱镕基总理那时代 有过那个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对吧 把那个不良的债务 接手过来 接手过来 国家买单 但是这次 我们明确地提出来一个什么 市场化 最终 把这些债务 分摊 原先 比如说 一个亿压在你一个人头上 你觉得很累 扛不住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么多人 一人一块钱 一人十块钱 大家分摊了 这个债务也就化解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个转型期的话 那么未来的经济好转 那么这些债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就化解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格局 转很大 我们转型必须得很慢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情 就是这样一个慢节奏 所以现在看到这行情走得慢 走得很纠结 其实走得也挺折磨人 但是如果你就像你说 如果把这个格局放得大一点 把时间只有拉得长一点 走得慢一点 但是几位倾向于 不管是债转股也好 包括我们的经济转型也好 调节构也好 对于后市的这个判断 其实可以用俩字 就是你们倾向于还是这种慢牛的行情 这是慢牛的行情 但是刚才 其实沈老师也提到债转股 包括张月蕾也提到债转股了 咱们就来说一说 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 也有提到债转股 为什么说把昨天的这个债转股 比如编老师提到说偏中性 甚至是可能会往利空的方向 他提到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说的是债转股 为什么债转股 他也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这公司很好 他应该也不需要管你借钱 是吧 也不需要钱了 就是你为什么会负债 肯定是经营有问题 或者资产质量不是特别好 但是因为不好 所以转了又有什么用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真的债转股 他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 是吧 可能有一段时间 三到五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股价都不波动的 到最后需要了 可能是不是才会波动一下 就变成了一潭死水 股性也就不活跃了 所以对市场会带来 什么样的好处 你们怎么理解 这个债转股的影响 因为你们把这件事 都看得很重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它太过于悲观了 过于悲观 因为我们说债转股 针对现在目前 就是那些产能过剩的 周期性的行业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些企业的话 在过去的两到三年里面 已经经历了他们能够面临的 最困难的时期 股价 我们知道很多有色 煤炭钢铁 这股价都已经表现 都回落到已经个位数了 甚至只有两三块的股价里面 基本面情况 财务情况 肯定也是一塌糊涂的 但是现在就关键就是 你已经把最差的情况 已经看到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采取 对它一个积极的一面 这我觉得就是一个 从危开始转机的 一个机会的出现了 一个时候 那么刚才说到了 其实我们从现在 有一些老工业地区 东北一些老工业地区 像东北特刚 它其实已经遇到了 最困难的时期是什么 以前我们都很难想象的 一些央企的国企的债券 都不能进行兑付 以前是不可能 都是刚性兑付的 现在都出现了 国企的债券 都出现了一个兑付的 一个危机的问题 所以应该说是 最危险的一个时候 这个最危险的时候的话 你如果采取了 能够化解它债务的 这样一个措施的话 那么以后 为它以后的喘息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帮助 还有第二点 任何的改革 金融领域的改革 经济领域的改革 它都是需要一个兑现 这个兑现就是什么呢 一个经济周期的 一个大的轮回 就像当初我们说 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解决了银行的不良贷款 最终化解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 经济景气度又再次提升 然后通过四大行的一个上市 化解了我们这个 不良贷款的这样一个危机 那么其实现在 为什么刚才声道的时候 我们一起说到了 就是整个一个 一定要把时间拉长 其实时间拉长的话 现在一个 我刚才说 一定要等一个时机 就是再转股 这样一个政策 能够逐步逐步落实 然后落实好以后 再等一个什么 经济周期的 再次景气度的一个提升 然后化解所有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绝不会是一餐四水 因为它的目前来说 前景进度已经提高之后 对于目前大类资产的 一个其他门道 都已经卡死以后 整个一个资金的 吸引力逐步增强 所以我相信 这一个过程 应该是一个 逐步逐步能够 吸引场外资金 因为你就 多头氛围形成以后 吸引场外资金 那么我觉得 整个一个工作 才能够全面地落实下去 我相信 如果真的一探四水的话 我觉得对于公众来说 广大投资来说 谁愿意转成股权 因为看不到前景的事情 谁也都不会做的 好 咱们先讨论到这 其实这件事情 到底后市对市场的影响什么 肯定咱们要通过 市场的走势来验证 但如果说到 短期这个市场 我们说支撑 几个人看得差不多 3030 3035 3030 都是这样一种位置 但是刚才 沈杨老师特地也提到了 说这个缺口 下方的缺口不能回补 一旦回补 就有转弱的趋势了 我想听一下 红书米 你觉得下方的这个缺口 会回补吗 如果说回补了 你也和它的判断一样 是一个转弱的趋势开始吗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一波的回落 反弹出现了非常多的缺口 缺口是频繁的出现 那么也看到 就是说下方 如果是在3009附近 这个缺口 如果短期之内 去回补掉的话 因为我之前节前预测 就是说 如果安全的 能够大仓位入场的 一个点位 可能是在2950一线附近 那么现在是没有先杀下去 也就是说 不杀下去的话 没有太多的割肉盘 或者说止损盘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 这个洗盘不是太充分 就直接上去了 直接上去的话 那就看 就是后面的这个力度和高度 可能要打一些折扣 那就不一定会 一口气越过三阳四零 就会比较波折的那种走法 那么如果往下 补这个缺口的话 3009补掉的话 那我认为大概 还是要往下去摸2950 甚至下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缺口最好是不要补 如果能够撑得住的话 那是最好 还能慢慢往上摸 如果补掉的话 可能就会像我之前的那种说法 去摸2950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说具体的操作 位置 几位嘉宾是给出了 但是如果说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到了相应的位置 大家可以关注什么品种 其实这才是关键的 因为市场的这个反弹 确实有点 这个让大家抓不到 领长的品种是什么 而且他们的持续力度 又不是很强 一会儿回来来听一听 他们对于在做 对于这个投资者的操作建议 好 欢迎回来 咱们重点聚焦一下 后市的操作 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 表现的这个品种 其实今天的债转股的龙头股 已经开始分化 昨天我们说的几个涨停的 昨天有三个涨停的 海德股份 风范股份 中关国际 今天你看 只有一个涨停的 海德是继续涨停 风范5.93%的涨幅 中钢5.4% 长河凤凰 微幅下跌 0.4% 再来看一下 昨天的热点 今天没能延续 而且还跌了 你看国企改革 武钢和宝钢 今天都是下跌的 这个另外呢 还有是双十一物流的 昨天涨停的 今天就跌的 确实有点多 5% 4% 确实这个行情 就是这样的 一些板块 它很难每天 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调整下来 是不是机会 我们来听一听 洪书铭怎么看 觉得这些可以关注吗 我觉得今天 整个市场的 这个节奏 热点轮得有点快 今天启动了 非常多的这个热点 包括石墨烯 包括我们看到 前期调整的 比较多的一些板块 都轮番地在动 但是基本上 每个板块 只有一只个股 来表现 那么相对而言 近期能够有一定 持续性的 应该来说 还是股权转让 包括或者说 从组 包括举牌 这一类的概念股 每天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品种活跃 那么另外 临近到了四季度 可能资金开始 对于年报 具备高送转潜力的 一些品种 也开始有一个 提前的布局的 一个动作 那么同时 这两天活跃度 比较高的刺新股 应该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 一个延续性 其他的 从周一的 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 洋企改革 国企改革 网络安全 等等 好像都一直有 但有一个 除了这样一些 比如说 我一直是看好 市值在50亿 100亿以下 560亿 560亿 这样一个市值的 我们说是 类似于 从组股 或者说 可资源也好 或者举牌也好 反正都是同一类 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条 名的线 可能就是 股权的转让 但是我们发现 聚焦在四川 聚焦在我们说 西部地区的 上市公司 可能会居多 这当中 可能暗线 是一个 是围绕着 我们说 西部地区的 扶贫 我们说IPO 这一块 可能前面政策上 给出了一定的 澄清 但是西部的 一些企业 我们说 重组并购 是不是会有 一个绿色通道 这一块 可能是一条 暗的一个主线 所以我认为 市值在 560亿 100亿以下的 西部的 或者说一些 贫困地区的 省份的 一些上市公司 还是可以做一个 高度的一个关注 那么对于 债转股这个概念 我认为这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主线 它可能会拉得很长 前面在和张伟黎 讨论的时候也说 就是说 和股改的区别在什么呢 股改的一个行情 一两年之内 就可以把股改完成了 但是债转股呢 会有一个 比较漫长的 三五年 甚至更长的 这样一个周期 而且呢 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相当多的细则 现在还没有制定 但是这一定是 一个大的主题和主线 这个主线开启 真正受益的银行 当然 但现在资金 还没有进来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说 有 我们说资产管理 不良资产管理 牌照 资质的一些上市公司 那今天 唯一能够两年版的 也就是海德 它是比较突出的一家 但还有一些 那么我认为 这当中 应该还蕴藏着 比较明确的 一个中线的机会 当然 现在已经开始 实施债转股的 这些上市公司 倒未必是 炒作一个方向 因为它已经开始实施了 有没有效果 可能要长时间的观察 反倒是 AMC的这样一些概念 后期 包括短线 都可以加以关注 好 我们再来看看张云蕾 给出一些 什么样的方向 你建议大家 逢回调的时候 关注什么 回调的时候 基本上还要抓小的 抓小的 你这个小 怎么去定义它 行业还是市值 市值 市值好的 虽然说 我刚才说点评了 再转股 但我并不认为 整个一个风口 会朝着那些 大的周期性的东西 倾斜 因为对于那些 品种来说的话 它只是封杀了 它的下跌的一个空间 但整个下跌空间 封杀之后的话 它最多还是起到 一个搭台的一个角色 所以更多的 可能关注点 还是一些新型产业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同样 比较一下 就是说去年 9月份过后的 国庆节的时候 首先启动的 就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一年 整个10月份 国庆过后 应该说启动了什么 网络安全 国产软件 这一批的 那么这一批的东西的话 又是之前 整个上半年 都没有像样的涨过的 那么我觉得 对于这些品种的话 因为它是能够支撑起 目前整个实体经济 很多行业 传统行业的 一个重要性的因素 就是互联网 那么我觉得 这个品种的话 我觉得可以是 可以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的话 其实就是说 刚才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说到 小的每一次 小的启动之后 它都会带动像 比如像赤心骨 这些品种 当然赤心骨里边 是有一个先来后到的 一个因素在里面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 就是说 我觉得整个市场当中的 一个热点 会转化为 转到深圳这一块 其实我们看到了 深圳从整个一个 国庆节之后 从这两小板 首先回补缺口 而且今天的话 虽然说连续三天 市场出现了缩量 但是从萎缩的程度来说 互是萎缩的 更为的明显 那么声势相对来说 萎缩 但是其程度来说 我觉得不像 互是那么明显 说明整个一个市场当中的 一个筹码的一个锁定 在整个一个 声势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体现了 更为的灵异 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 还是转化为深圳 一些新兴产业偏小的 比如像网络安全 国产软件这种 好 再来听听沈老师 沈老师建议大家 关注什么品证 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特别是 结后这两天 红包虽然发的很大 但是很多投资 说实话 抢红包也有点难度 因为行情节奏太快 对于太快的行情变化 有一个最好的应对办法 以不变 应万变 你就是守住待兔 对吧 那么目前就是 这两天炒的事件性的比较多 对吧 不管是网络安全 计算机软件 还是在团股什么东西 都是事件性的 然后持续性都比较差 那么我们也发现 行情中也缺乏 原生性的动力 股市原生性的动力 到底什么是原生性的动力 其实还在紧跟着政策的主线 那么政策的主线 我们最近看到了 特别是国庆假期 各地楼市的新政 这次力度很大 大家都感受到 这次的力度 为什么能这么大 其实也是很明确的 此前我们已经碰到过多次 有关于楼市的政策 什么国务条 新国务条 什么等等的 都有 但是此前一直碰到 一个瓶颈的问题 就是房地产行业 已经成为了 我们国民经济中的 一个重要的支柱 这个支柱 没有找到其他的东西 来替代它之前 你不能轻易地把它拆掉 对吧 那么这次我们其实已经有了 找到了 找到什么 PPP 三个P 对吧 PPP 这个目前按有关的数据来讲 就是到截止到9月份的话 从财政部发改为两部门 已经批复的PPP项目 总金额已经达到16万亿 所以已经注意在一段时间内 承接房地产受限之后的 至少一些过剩的产能 它能够承接过来 所以你钢筋 这一块可以承接过来 建筑施工队伍的能量 它也可以承接过来 那么对于未来的 西部地区的发展等等 都会有一大的帮助的作用 所以这一块 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支柱的话 那么未来 它就是A股市场的 行情的原生性的一个动力 那么目前我们来看 似乎好像还看不到 太明显的变化 但是隐隐约约感到 市场不行的时候 PPP会来一下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 还是处于一个大的战役之前的 一个布局的阶段 因为所涉及到的这些 上市公司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标的 都是体量比较大的 所以张运连刚才讲的是 抓小放大 那我跟他正好是相反 要抓大放小 你抓大的定义是什么 抓大 大基建板块 大基建板块 一 它能够完成一个GDP的一个使命 这个必须每年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第二个 它能够化解过程的一个产能 对吧 所以它能够成为未来一个 至少在几年内吧 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柱 来有效地对冲房地产企业 驱落的这样一种趋势 这条主线不断地轮换的炒作 所以你只要是盯着这条主线里面 你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这里面 如果你一地图了来布局的也可以 这一块四川 四川先起来的 接下来哪个地方 对吧 从那个产能方面 你也可以路桥起来了 接下来是不是高速公路 桥梁了 对吧 建筑了 水利建设了 电力建设了 等等都可以布局 来回的进行运作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投票结果 刚刚几位都给出了 这个具体的操作思路 操作思路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 大家这个投票 以及仓位的调查情况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朋友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一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897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尽快和你取得联系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今天是银行板块 流入最多3.9亿 随后几个板块 流入的幅度都不大 量酒食品 保险 医药和电器 在0.2亿之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流出的 券商今天流出最多 券商今天流出了是3.99亿 随后有运输物流 通信 化工化金 还有计算机 流出的幅度都在2.95亿之上 来看一下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 明天可以申购一只新股 黄山胶囊 申购的代码是002817 发行价格是3.888 8500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在盘中大家要记得 要去申购一下 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位的最强头顾 看一下张云磊之前看到的是业绩 白马股 你看明显跑一大盘 3.45%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两天其实大盘涨得很好 我们还能跑一大盘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成分股 尤其是刚刚条件上的两只购股 果然是开始发力 所以是不是这个投资组合我们还继续 其实投资对于整个一个 这样一个业绩白马股的话 我觉得可以继续的延续 但是我在这里的话 我先予以了结一条 那并不说对些品种不看好 我在推这个组合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 就是投资提供一种思路 并不在于一个每个股票 一定要绝对涨幅要达到多少 就是按照这种思路的话 就是有可能改变很多投资 对于这种白马股认识 以及改变很多对于黑马 这样抓黑马的这种 这种投资方式的这样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注重 这样一个业绩稳步增长的品种 它为是它在整个一个市场出现 这种大幅波动的时候 它的整个一个系统波动性比较小 回测幅度比较小 当整个一个市场在逐步转好的时候 它又能够取得一个稳步的收益 其实对这对投资来说是更有的保障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了结它 这个今天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品种 可能是要等调整之后 再给我们寻找新的品种 是吗 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红书敏 红书敏之前看了到是电子支付板块 你看这一周也是跑运打盘 3.32%的收益 红书敏说一下 这个我们还继续吗 我认为还可以继续来进行这个关注 因为我们看到电子支付整个板块 它在整个上半年表现也并不太初出 可能接下来我们临近到双十一 包括网络电商 最近两天物流股也开始有启动 所以对于电子支付这一块的一个刺激 可能还会在11月份有进一步的一个发酵 所以我认为这个板块 无论是从行业的基本面上来看 以及相关品种的具体所处的一个位置上来看 都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跟踪 就这个板块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 但是就像刚才我看到有位叫清澄姐姐的朋友 他还说到了红书敏是没有有看头上面的锦囊 但是从今天开始红书敏就有了 就从今天开始在有看头上面 大家也可以找到红书敏的 有他自己的锦囊 像每天我们看每个嘉宾的投资组合不一样 所以每周只能看一次 但如果大家关注到的话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关注到红书敏的话 你基本每天都可以知道 他到底有操作了哪些具体的投资组合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微信上大家今天的选择情况 我们今天是两个选项 一个说这个缩量回踩是洗盘的性质 另外一个说是调整主机调 从今天这个调查来看 和昨天上基本差不多 昨天也是百分之五十几对百分之四十几 今天也是百分之五十三对百分之四十七 你看一半一半依然有分歧 依然还是个分歧挺大 再来看看仓位的情况 加仓减仓空仓的比例 这两天虽然这个分歧也在 但是空仓的比例是明天下降 今天也是空仓只有百分之十 仓位不变百分之三十一 满仓还比较高了 百分之二十一 我们来听听沈老师 你建议大家什么仓位 我记得几天你还说五六成仓过节 现在呢 五六成仓过节呢 红包已经兑现了 现在仓位减下来 减下来等回彩点的时候 可以杀入进去 你觉得是分批慢慢的不局是吗 对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